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抱怨会现在继续开会 进行内政组织咨询 请李俊益委员咨询 寻答时间为15分钟 主席各位先进 请行政院苏院长 内政部徐部长 请内政部徐部长 院长好 委员好 部长好 辛苦了 在这次论是很累的事情 我今天想要求居住正义的部分 请教院长和部长 居住正义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十一住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 我想先请院长看一段影片 这是最近网路爆红的一段影片 苏贞昌50天处理的事情 却多到让人吓到 批准太空计划第三期让太空产业由政府靠 一旁检证店民首客不再觉得超困扰 承诺新年选战对手金山冲浪基地一起打造 建设不分蓝绿合并台风 714号连接国道 增加18台F光机扫描旅客行李公关效率高 缺失外籍旅客拒绝罚款不得路定说到做到 院长这个影片有没有很熟悉 有 这个就是你最近推出的50天能干什么的影片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全国老百姓看到这个影片 发觉就是积极勇于认识 然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非常有效率 这就是非常有效率的政府 非常苏贞昌 那今天我要提的是 我再给院长50天 我希望50天 包括内政部徐部长 我们来共同讨论出 有关我们居住正义的部分 到底要怎么处理 我们往下看 居住正义在小英总统 在选举总统的时候 他的证件是说 居住正义有两个要素 我们要做到 第一个是社会住宅 第二个是包住贷管 然后社会住宅预计在八年内 完成12万户 包住贷管 预计在八年内 八万户 加起来我们可以 经济上弱势予以照顾 完成所谓的居住正义的目标 是不是现在朝这两个方向在走 对 好 那我们就要检视一下 我们现在的社会住宅 跟我们的包住贷管 有没有做到我们的需求 或是有没有衍生出什么样的问题 来我们往下看 所谓的社会住宅需要做 那现在各县市 其实也相当认真在做 如果院长看到这个表 这个包括六都跟非六都都积极在规划 积极在兴建 甚至有的已经完工了 所谓的社会住宅 如果看下来 其中桃园市的速度最快 它原来社会住宅是零 但是它现在已经规划非常非常完整 那其他这个非六都的县市 比如说我嘉义市 我嘉义市来讲 我们本来对社会住宅需求就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我们嘉义市的空屋率比较高 所以我们需要靠的是包住贷管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总数来下一页 现在看到包括规划中 包括完成的 包括已经兴建中的 总共完成了五万一千零一十四户 那原来估计的目标是要到八年内 要到十二万户 现在看起来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二 我们是不是因为 我们事实上现在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六点六 是是是 可能这个数字对比我们给你的资料比较旧一点 如果说这个数字比较旧没有关系 就表示说现在达成率不错 但是有没有因为这样而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 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社会住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我们要照顾经济弱势 社会住宅法第四条甚至规定 包括经济弱势 社会弱势的照顾要达到三十%以上 那徐副长可能对这个细节比较了解 最近有一个健康国宅 台北市有一个健康国宅 它的弱势所谓的一般特殊户 照顾起来大概总共有多少 百分之几你知道吗 健康国宅 因为弱势户最少要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是一定的 我们规定就是要这样子 这个第四条规定要三十以上 健康国宅是百分之三十五 它符合规定 但是衍生出来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健康国宅 百分之三十五的经济弱势 或社会弱势 照顾了以后衍生出来是 我去查健康国宅 用实价灯路去查 它的附近的房价下降 附近的房价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说 我们这个比例 要不要弹性化 要不要因为地区而分别 或者是这个会不会造成零币设施 这个是当初没有想到的问题 我们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的问题 委员是不是三十秒让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内政部在106年有一个民调 那有88%的民众是支持我们政府推动社会住宅 其中84%的民众 其实他是接受这个住家附近 来兴建社会住宅的 所以他们并没有排斥 当然也许有一些比较特别豪华的这些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顾虑 但事实上平均来讲是还 当初我们在立法的时候 这个我也有参与到 当初我们在立法的时候确实也做过民调 内政部也持续在做 民众支持的意愿看起来非常高 但是实际上盖好以后 你发现他的实价登陆 他真的房价因为这样而受影响 他的房价下降 附近地区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要提出来的 我们所谓的社会住宅 其实达到照顾弱势的目的 但是眼存出来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希望提醒内政部 提醒行政院注意 我们会从公共空间让他提升他的价值 旁边的房子就可以增加 譬如说林口社会住宅 公共空间很好 旁边的价值就提高了 我们用这个方式 对对对 这个就是重点 我有没有公共设施 有没有规划好 让其他附近的居民也可以使用 包括幼稚园啊 包括我们长照 包括幼稚园 包括长照地点 包括其他的公共设施 才会让我们的社会住宅 充分发挥他的功能 是 感谢委员 这个我们会继续做 委员我也提供一个实力 让委员做参考 我亲自去参加桃园市 刚才你肯定的社会住宅 郑文燦市长不但边有基金 而且特别的桃园市政府 成立一个局 专门推动社会住宅 然后他推出来的社会住宅的公共设施 特别的规划 一楼集相关的 他都留有一定比例 给整个这一栋住宅的住户 甚至邻居都可以来 比如说又资源 脱合手或者图书馆其他 以至于他的社会住宅的价钱 还比旁边的商 建商所盖的房子还受欢迎 对 院长这个就是我要提醒行政院的 要继续跟各县市政府做充分的沟通 因为这个沟通完以后发现 如果我的社会住宅做得好 对附近的邻近的居民 他也有所注意 他就不会造成我刚才所讲的 房价下跌的状况 而且社会住宅真的能够照顾弱势 这才是我们要推动的居住 我们一定会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谓的包租贷款 包租贷款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原来预计的是希望在八年内 有八万户的包租贷款 但是去年实施一年以后 只有两千一百八十九户 现在有三千五百多户了 但是委员我们要承认落后 这个我会追上来 那委员再给我三十秒 我再来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要把握追上来 因为我们十二万户的社会住宅 这十二万户的社会住宅 搬进去以后 就会有十二万户的房子释放出来 他们就不再租了 这些我们会跟他们来谈 他们来加入包租贷款的话 十二万户来加入包租贷款 再怎么样陈述差一点 也一样可以达到八万户啊 所以长期来讲 八年内我有把握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保定这个部分是这样 我当然相信你的能力 我们大家这么熟了 我知道你也很努力在推动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确实有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包租贷款为什么没有推动好 我们下一页看我们就看得清楚 第一个是我们可能过去宣扰不足 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东西包租贷款这个是法案先走 政策在后面 法案先走是什么 我们之前就完成了所谓的租润市场发展 这个管理条例 这个立法院就通过了 但是有关这个衍生出来的 所谓的什么可以约定 什么不可以约定 还有它的定期化契约 在最近你才公告 六月一要才会 六月一要才公告 这的确是慢了一点 意思就是大家要等 大家要观望 大家观望以后 这个投入的市场 投入这个包租贷款的行业 或是投入包租贷款的领域当中 就比较慢 所以后面 所以后面我希望内政部 对这个部分要积极的追上来 一定 我一定全力来追上来 因为这也是我对行政院的一个承诺 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做到 当然 这是你的考虑 是我的考虑 我承诺我一定会做到 好 那我今天要强调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因为这些东西都衍生出来问题 我们本来政策的方向没有错 但是衍生出的问题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衍生出来问题来下一页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初所谓的包租贷款 我们的次长 花次长 他出来开记者会 他就有四百多家的业者来签约 那签约以后 希望这个活络这个包租贷款的市场 但是现在问题发生了 我们在新北市就发生这样的状况 有一个永胜公司 他跟新北市签约 但是他收租金也收得晚 然后还欠租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就是因为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包租贷款月的周转金不足 那第二个就是 包括新北市这些可能他们在行政作业上慢了一点 所以四个月才给钱 那四个月给钱 他的周转金都多三个月嘛 但是像桃园市政府 他一个月就给了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会来跟这些县市政府讲 所以部长 快给人 重点是所有的细节都要配合在一起 是是是 今天早上其他委员在咨询别的问题也发生过这个 如果我们跟县市政府没有盯紧的话 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们会来 这个就发生在新北市吧 是是 所以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未来要注意的是 县市政府如何督促 让他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业者的品质也非常重要 是是是 来 谢谢委员提出问题 最后一个 我想提出的问题 来我们再往下看 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碰到的这个住宅 特别是租屋的部分 都租金太高 我想这个院长最近也听过 来我们往下看 这个根据统计 以105年为这个基期 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特别在房租类的部分 我们是一直逐年上升 就是跟100块5年 闭起来我们一档一档 越来越高 花在房租上的越来越高 来往下看 好 这个是台北市现在的东区 东区现在有非常多的房子租不出去 所以到处都贴租租租租租租租 那问题在哪里 来我们来看 下一页 这个是非常出名的永福楼 我像院长一样买起过了 永福楼非常出名 永福楼现在他就关门了 关门了他租不出去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看到这个应该有点感慨 他说最后一碗永进三百人用餐 但是永福楼它是一二三楼 他总共我去查过了 他总共三楼的面积加起来超过三百平 而当地的地价 现在的租金 根据实价登陆查出来的 当地附近大概每平是二十一万 三百平是六千 三百平是六千 所以一五月要五六百万的资金 这样任何餐厅都开不下去 那现在我们碰到的 最繁华的台北市东区 现在都是这个问题 租金太高 租金太高 然后房客都负担不起 然后来下一页 再下一页 我们先到那个表 来 再来 再来 房客负担不起 房东就变成一个问题 我到底要租出来还是不租出来 我这块黄金太堆 我租出来 我现贪 但是我没租出来 反正有人会打得更贪 像最近最出名的 就中校东路的顶呱呱 那他负担不起吧 负担不起他搬走了 房东 结果忽然变成 他想说我这金店面 忽然租不出去 所以他降价三十万 去拜托顶呱呱回来 顶呱呱也回不来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要提醒院长跟部长 我们的公告地价越高的话 包括镇埔租出去的土地 包括我们的国有财产署 所租出去的土地 包括学产地 他会租金会跟着地价涨 然后回到我们地价这一张 这个是现在这两三年来 被抱怨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105年我们的地价 这个是马政府时代 1月1号公告的 105年的地价 大幅度的上涨 包括上涨100多%的 包括宜兰县 上涨100多% 然后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们的公有土地 包括我们的国有财产署的土地 包括学产地 目前租出去的土地 那个约还是在105年以前订的约 所以现在立地价税 跟立这个资金 立得干净 都买什么 都买民进中政府 105年订价 地价大幅度的往上升 那地价上升就会造成 这些租金连带的上升 这是公有土地的租借 所以这个部分 三个问题 我今天提醒院长 因为我时间也到了 提醒院长三个问题 我们的居住正义 要社会住宅 要照顾弱势 我们的居住正义 要包租贷管 但是衍生出来问题 居住正义的问题 会不会因为我们太照顾弱势 而引起 的居住正义 江永昌委員之質詢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 並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接著請李彥秀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李彥秀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可不可以請院長 以及我們內政部部長 請蘇院長 內政部徐部長 謝謝院長 委員你好 我是最後一位內政質詢的委員 我還是要關注今天您到院會來 我發現警力好像增加了一些些 我今天要關注的還是警政人力 到底充不充沛的問題 院長部長 104年的時候 台南當發生登革熱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賴清德賴清院長 我聽到市府內有傳聞說 要求警察去協助 譬如說當時登革熱要清除水溝 打掃廁所 這些我們也都在地方上常常聽到 去年我們的內政部部長徐部長也曾經提到說 要提高我們的見景率的部分 當時基層我所聽到的是 有很多反彈的聲音 到底警察的業務 我想爆山爆海了 你也都知道 你自己在基層當老現場待這麼久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我們的警察也有包括前一陣子 院長已經上任的時候 為了面對非洲主任的問題 我們也增加了很多員警 保二到保五保六等等 都在支援機場這個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我要強調說 警察的業務量的總類類別 時常是增加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警察人力到底是足不足夠 特別是前一陣子我也關注到 台南市的直轄市市長黃偉哲 提到說人力充沛 不排除拒收警察 那我們現在的警察的比率到底夠不夠 上面我也整理出來 我們的原額編制是八萬六千多人 預算編制是七萬三千多人 但是實際的見景率跟需求 到底怎麼樣一個配比是合理的 院長你覺得我們現在人 想要人力到底夠還是不夠 在我當縣長那個時代 真的警力非常不足 但是現在因為多年來招生等等 都已經漸漸警力非常足夠 那配到地方去是各地方需求 至於剛才委員指教有關警察任務 我確實覺得警察有很多不必要的任務 確實是不應該加在警察身上 但總體來說很感謝警察同仁的辛苦跟努力表現很好 你還是繼續跟賴清的院長一樣 叫他們繼續做功德嗎 還是你覺得他們的總業類別 其實是要好好檢討一下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在見景率方面 我是減少的不必要 跟這些比較低效率的見景率 我都把它取消掉 我舉個例子譬如說警察到我家 因為我給你15分鐘而已 你不用說這個 我就切入重點 因為我時間很短 我們就 我們就 就因為我剛才提這幾件事情 其實很多都不是警察他的基本主要業務 但是有時候又有緊急的這些需求 當然就是說 警察也不見得會不願意 但是他的主力應該是做哪些事情 我相信你我都非常清楚 所以怎麼樣的一個見景率 是一個合理的見景率 特別是你去年也提高說 你要提高見景率這件事情 所以比例這樣子 到底什麼是一個合理的比例 我覺得內政部應該好好去了解 我剛剛問院長的是說 你覺得現在警力到底過多還是過少 還是你們現在還在檢討當中 其實如果以現在來講 如果我們用相對性的來講 現在當然比以前是好了一些 不用你就跟我直接跟我講 那現在如果編制 剛剛你提到編制來講的話 當然最好的編制是能夠到8萬6 那是最好 可是我們還要再考慮到我們的財政 整個區域的整個狀況 你考慮到財政是不是 你考慮到是財政還是 因為8萬6的財政跟7萬3的財政 是差很多的 我剛才提到的是院長 什麼是即便是台北市 他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但是台北市的1比353 是真的是一個好的比例嗎 我覺得因為這是需要專業的判斷 但是我們一個什麼樣的比例 是一個合理的比例 我覺得是要思考清楚 我們是要見警率高 或者是警察他的主要業務把它做好 但是我們把財政放在第二位 我覺得這個都是整個在預算編制上 還有我們的人力編制上 我覺得身為一個內政部部長 包括警政署署長等一下請上來 我覺得都要思考清楚的地方 因為這是你們的專業 如果到今天為止 你還在跟我講說你要檢討 那我就會覺得 針對警力這件事情 包括警察主要業務 我覺得你們長期在喊 但是我覺得你們從來沒有認真考慮 這是我今天要執行的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我們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都知道 警察業務事實上是非常繁重的 但是我不知道蘇院長 你有沒有聽過拆斑這個字 拆斑這兩個字 你有聽過嗎 好 我這邊的第二張簡報 是從報紙檢貼下來的 在去年就有三個警察 平均年齡才34歲 死亡的原因是猝死或心臟血管疾病 大家都知道其實警察的身體 一開始進出來的時候應該是 從警專畢業 其實身體應該是還算不錯的 因為有訓練給嘛 但是這些原因 是不是因為日夜顛倒壓力過大 會不會是他猝死的主要原因 還有拆斑這個報紙曾經也寫到說 拆斑本來是12小時 最後拆成三斑 甚至延後到16小時以上 拆斑的斑表 跟我們原則上 給所有警政署的斑表 事實上或許有兩套斑表 我聽到我私下聽到是有兩套斑表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現在遠景一般上班的時間 是10小時到12小時 但是有時候 我們為了警力的需求 從前面加上8個小時的斑 後面給你休息4個小時 後面再上4個小時 一定 你如果4點鐘 你要回去休息一下 又回到夜晚 你回到的簽譜 可能就不會有 有一種整人的斑表 拆斑的變形拆斑斑表 就是我給你拆成三斑 六小時 然後再給你休兩小時 這種 我在網路上也曾經看過 不是沒有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或許那個斑表 也就是造成我們現在警察壓力很大的原因 我們過去警察自殺或發生任何生活品質差或壓力過大 我們自殺的原因每次都歸咎於說 這是他個人因素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去思考過說過勞或過長時間的上班 在生活壓力之下沒有時間去經營家庭生活 親子生活夫妻間的生活 其實會不會也造成是他壓力沒有辦法去掉的來源之一 所以我覺得這個疲勞的主因我覺得是要好好去思考 所以我要提的也就是說 長時間的勤勿會造成警察的壓力過大 也會也是疲勞的主因 然後另外一個沒有足夠完整的休息 如果是一個猜得零零碎碎的變形的猜班的班表 他根本沒有完整的休息 那這也是加劇身體跟心理疲累的主要原因點 所以部長我這樣講 不停我這樣講你就聽了我了 整個班表就是那樣的 十二個小時 總共給你最八點錢 啊四點給你 後面還叫你來最四 最近經政事務規定說 我們又少了兩個小時的執行時間 然後所以會讓他們在班表的調整上 會更加的確實更加的好 這部分我們會處理 而且已經在處理 我認同你這個做法 因為力量算我們要簡短工程 好那我下一張 下一張我就要跟你提一下 我也注意到陳所長宣誓說 要改變十二個小時的勤務的班表 那就陳如剛才部長你講 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但是這個網路的討論 雖然你們前一陣子把警察那個網路的 有一個警察群組在聊天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那個警察群組我們已經看不到 但是我還是有抓下來一些小小的內容 你們這個十二個小時勤務的班表 我也交到消息 有部分分局長或所長要求遠景做記名的調查 問一下說想要執行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 十二小時 你們前提是問警察說 因為有些人希望賺加班費 所以你們就讓他們空間去填 但是什麼叫做記名的班表 裡面也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你如果不填的話 後面我給你排的班表 好喔 我不給你十小時十二小時 我後面給你上六小時 給你以後三小時 後面再上六個小時或四個小時 這個叫做整人班表 這樣不可以這樣啦 不正 所以我現在就跟你說 表是水災人排的 所以我剛才說 中間沒有一個完整的 部長 你現在高居部長的位置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說 有時候班表常常有兩套 我是提醒你這件事 所以當警察發生自殺事 或過勞的狀況 身體發生狀況 這我相信都是你我不願意看到的 我現在除了跟你提醒說 拆班的工時班表 還有執行的時間沒有縮短 我覺得這個炸成警察壓力 太大最重要的原因 我們來注意這一些 我們希望說 要讓警察這個排班要合理化 所以我們減少兩個小時 就是要讓它更合理 所以 部長 我跟你談的是 因為這個都是網路上抓下來的 上面都寫說 誰敢填字 只要上十小時八小時 記名欸 部長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如果說我只要上八小時 我下次 我下次可能 我被排的就是 好啊 你不上到十個小時 我不上到十二個小時 好啊 以後我就給你排班表 讓你四點鐘 讓你一遍四點鐘 你看你怎麼擺 就是有這樣整人的班表 大家在抱怨 所以我把這個訊息抓下來給你看 好感謝 你好好的去了解 到底我們講警察業務過多 要不要去調整 剛剛院長覺得說 要去好好去檢視他的內容 那到底我們現在警力配置 什麼樣是一個比較好的警力配置 剛才聽起來好像部長 你要考慮到裁員的問題 當然我們如果要整個要調整 中央的見景率 你覺得很重要的話 那你預算員額當然給多一點 但是即便這樣 目前有的預算員額 是不是可以達到國人對於 防治治安最基本的要求 我覺得我們也要深刻去思考 所以你剛才如果這個時間 我們還在討論說 見景率是多少 人力還在檢討 我覺得我們的警察業務 永遠不會檢討 因為我們的社會是隨時在做變動 常常要警力支援軍方國軍 支援的業務常常會非常多 他們也沒有說要拒絕 但是基本例行性的東西 如何去減少業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好 我最後我也關注到 蘇院長你上任之後 你也提到說要 警銷就醫部分的免負擔的部分 你有提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政策 但是有一些部分我要釐清 就是就醫免負擔的部分 你現在給他們一些福利 那關於警銷跟海巡人員 到國防部軍醫的醫院 包括榮總的醫院 未來是不是就要比照 軍人的部分跟榮民的部分 要給予相關的減免 對不對 對 警察 消防 海巡 包括退役人員都比照軍人 好 那你這個預算處理的模式是 由人數所屬機關費用 定額撥給健保局 就譬如說是警察的 還是消防局的 那你們就是定額多少 分別由他人事機關 撥給健保局 那再轉付給相關的軍醫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警醫院的掛號的部分 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關注的是 因為我為什麼問這個事情 因為 預算就這麼多 你要向來負擔 你要向來 國防部吃下來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希望這是一個長長久久的政策 而不是蘇院長你在這個階段 喊的政策 明年主席長還要到處去找錢 或為了這一筆經費 警政策挪來挪去 然後就刪掉明年買制服的福利 或應該買應該有的配備的福利 不會啦 這個院長會重高的 這個 不不不不不不 來來來故故等等 不然我會把 待機制服選舉支票 委員這個 既然已經答應了 而且做了 這不會說變成一死的 這已經變成永久 而且以後一定用預算支印 我當然知道一定用預算支印 也不可能從誰的口袋偷偷拿出來 但是怎麼樣變成是一個長久性 而不是短期性 是蘇院長您在任的一個福利 我覺得你在法律上要怎麼樣去處理 我不希望去刪減到警政署哪一部分的預算 因為警政署的預算就這麼多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聽到院長 到時候我希望有一個很明確的數字出來 那這個錢是從哪裡來支應的 這是第一點我的問題 那第二點我也關注到甚至院長 你甚至提到說看了一個大支票 未來補助範圍還不只在軍醫院 只要海巡同仁包括警察同仁去看醫 包括擴大到全國的醫療院所 也都可以適用部分的免負擔 是這麼一回事嗎 對 什麼時候要開始執行 已經開始這個作業辦法出來以後就執行 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上路 已經交代他們已經在整個 這些就馬上要做了 一兩個月之後 應該比這個快了 已經在處理中了 因為我們要定個辦法在處理中 所以再處理中文 是不是也應該把軍人拉在同一個線上 我們現在常在講說分級醫療 就是說你小病 即便我是柔民我是軍人 我不一定要到軍醫院去 我在社區醫院 我在社區醫院 我關於老婆 那我受訓了 我應該是最愛的 小病人 我應該是盛牲的 我應該是給你 這些人 我應該是在我 叫我 我應該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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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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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来 感谢观看 最强 我们来讲 我们的 感谢观看 我们是 我们在美国的 感谢观看 关键 部長還有院長,你也在這邊,我相信你關心台灣,今年是一個關鍵的一年 台灣關係法40週年是代表美國處理台灣關係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法源的基礎 那應該在現在全世界相對來說,對於台灣的這個民主價值是相對支持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多做些什麼事,我覺得你們不要這樣畏首畏尾 該做的事情,你們要做,我要問你,日本在WHA的發言 為什麼每次都不明講台灣,也不明講中華民國,為什麼每次都講特定地區 如果說日本跟我們那麼友善的話,為什麼每次談到我們,台灣中華民國的時候,都講特定地區 部長這部分你有沒有注意到 謝謝委員剛剛的這個問題,那的確那個在支持我們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時候 這些理念相近國家,包括日本在內都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 那為什麼講我們講特定地區,部長你這部分你要去追,就是代表謝長廷喔 我覺得他這樣子不OK喔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就是說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處去接洽的時候,四方非常的幫忙 對,但他不能在公開場合,把我們說成是特定地區,那我們算什麼 那如果說在實質的方面幫很多忙,我們還是要感謝 那實質方面幫了什麼 就是在跟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處去用力去競下 那日本方面我們感覺到他是幫我們很多 你感覺到 如果你是,如果你跟我是朋友的話,你支持我會有任何的心裡面的挂礙說 我不敢公開說你是我朋友嗎 這個委員,你用朋友來比喻國家之間非常貼切 就是我們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也是像朋友一樣 有時候我們不是只有以自己的期望,或者以自己的利害 有時候也要顧慮到朋友他的利害跟他的怎麼樣 我了解,我們有困難 但是我也希望在這個部分,你不要怕 你該怎麼做就該怎麼做好不好 我們就不是特定地區嘛,你要去反應這個問題 這是我今天講這件事 如果委員記得的話,官房長官幾次提到支持我們參加 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院長這次比較跟你有關 那個漁業三法,2017年1月20號我們已經修正了 那麼2015年10月的時候我們當時就被歐盟發出黃牌 一日三法修正後,罰了我們的漁民將近一億元以上 那對外說明說是為了讓歐盟撤銷黃牌警告 但是現在的立法已經兩年過去,為什麼現在黃牌撤不掉 然後呢,韓國跟,對不起,泰國跟菲律賓都花一年以內就解決了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為什麼黃牌拿不掉?而且罰了我們漁民一億 請問是什麼問題? 我們的漁民過去在作業上或者有讓人質疑或者有讓人批評的地方 政府做這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讓台灣我們也讓國際上看到 我們其實是一個非常好也願意遵守相關的這種夥伴 所以整個作業上,因為處理的機關不是我們國內或者自己要怎麼樣就能怎樣 院長,我跟你說這件事情你要處理 尤其是在接下來你執政的剩下的這個時間 三月的時候歐盟要來訪 那我希望你去跟歐盟反應 他們跟我們提出來要求我們都做到了 黃牌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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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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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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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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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感谢观看 我要请教 感谢观看 所以我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我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另外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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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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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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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